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12月13日 今天是星期三 繼續來到星期三的晚上 香港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詳細揭露今天的時事 最近也跟網友聊起 大家都說 星期易得道多了說經濟 還有避開陷阱 投資環節等等 其實擴闊了一個很大的光譜 也使得大家對的話題的興趣會提升 所以叫我們多說這個經濟話題 我們也同意 因為現在的時勢 時代革命暫時過去 大家要面對的是現實的問題 所謂的時事 其實到最終就是我們 面對世界 的現實問題 所以現在這一刻 香港人 無論 留在香港還是 移民離開了 你要面對生活 你要面對環境 你要面對挑戰 所以 去研究經濟問題 是很正常的事 這件事我也同意 就算你說 我們要光復也好 光復也要面對在你眼前的問題 所以不是真的叫做 喊口號就有用 所以我們 是會不斷地跟大家繼續研究各種經濟的問題 尤其是香港最有趣 研究經濟的地方 除了跟投資 跟保本有關係 最精彩的地方就是你不斷地看到 香港的垃圾高官不斷跟你說謊 各種東西是沒有任何數據 沒有任何 所謂的 證據去支持 說得就說 這節我們繼續跟大家研究 這個 香港港女的悲劇 這個跟我們說的 香港 購買物業的盲點是有關係的 我們繼續詳細說之前 請大家記得做好支持六部曲 我們把 法定廣告時間收短一點 但是大家記得真的要幫忙做 請 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法 也請各位記得訂閱Patreon支持我們 我們收短了廣告 希望大家聽得更加流暢 但是大家記得要幫忙 記得這個世界不是選人利己的 這個世界 很多時候可以雙贏 尤其是我跟你根本沒有矛盾和衝突 如果 我要斬你 說劈價那個 即是說我們要用不合理的價錢徵收各位聽眾 這個我和你玩靈和遊戲 但是我們絕對和你不是靈和關係來的 也從來沒有當你是客戶 所以你絕對可以在這裏得益 也可以幫我們做一點點東西 回贈我們 我們互相幫忙 實際上經濟問題也是相同的 經濟問題 如果你是炒旗子 買星 買菇 這就是靈和遊戲來的 但是很多時候 經濟問題也並非 是靈和來的 因為經濟暢旺 經濟暢旺 水漲船高 大家都有錢賺 這是事實來的 所以 經濟暢旺其實是對大家都有好處 經濟下跌 是對大家都沒有好處 現在 經濟下跌 最有好處的就是香港的一班人渣戰狼高官 自己出來口口口 人工照收 市民 水深火夜 尤其是藍絲的市民 所以害死大家的 尤其是藍絲的聽眾 害死你的 絕對是香港政府的狗官 這節我們繼續跟大家研究 買樓的問題 話說有網民揭露 揭露這個 香港的港女 說自己90後 在香港炒樓 時間是2019年來的 2019年的10月 其實大家應該還記得 香港 風火連天 動盪不安的時間 那時候 出post跟你說 香港要買樓投資 預計自己會賺錢 這些 是藍到發黑的人來的 所以這些人也不需要跟他客氣 正如我們昨天跟大家說的 是林昭榮 還有屈詠妍 你對著一般人 大家不認識 他出了事 你去冷嘲熱風 這個是梁博 以及落井下石 但是對著跟你 仇心似海的人 尤其是林昭榮和屈詠妍 林昭榮 出來做節目說周幸彤 是黑暴天事情義傑的 你說他該不該死 你自己想想 差在未開香檳 跟你 仇心似海人出事 這就是大快人心 你不要忘記了 這兩個藍絲 一個是寫文章的大旗手 一個是自己的心藍 如果你說你是中立市民 我兩邊都不幫我不出聲 但是我也不支持示威的了 我算數 不算 我當你是港豬而已 但是你擺明居馬 你天天出來做打手 你還想 享受 普通人當你是一般的市民大眾 去同情你 是沒有可能的事 這個不是黃藍的問題 這是天理的問題 你出來落井下石 你出來梁博的時候 誰向你 討回公道啊 你告訴我 所以呢 不論時代革命 人渣 終歸是人渣 正常人 有良知 終歸仍然是有良知的人 其實跟黃藍沒甚麼關係 所以 當 有大量自己報稱自己是黃的人 原來是人渣的時候 社會運動就完結了 是不是好像時代革命那樣 回來研究了 這個叫做90後港女 就是被網民 揭露 當時在19年 他就說自己計算了一條數 就說 在香港用700萬來買樓 一成首期 即是70萬 計算了 政府的稅項 26萬 再加上經紀佣金 加上律師費 律師費真的慘了 只有7000 經紀佣金有7萬 下律師就是黑米了 加上等於103萬 就是在用100萬 接著就是出租 下每個月就是16000元 按揭還款每個月24000元 管理費是2000元 接著就算到自己每個月要貼1萬元 三年就是36萬 他真的算得夠詳細了 接著就說 三年之後樓價升到1000萬 成本是140萬 勁賺300萬利潤 然後 就很開心 大家看看詳細內容 也知道這個人 根本就不是一個真的炒樓 不斷有買賣物業的人 因為 你做案揭 2019年做九成案揭 其實稍為 有買過樓的人都知道 你如果做到那麼高的乘數 其實 其中一個條款之一 就是你很可能是需要自住的 你不能夠把物業出租 所以我們估計這個所謂的港女出post 實際上他不是真的 進行了這個交易 而是自己在胡亂教人 炒樓 這正正是香港最恐怖的事 就是每一件事總有很多人 在胡亂 在教學 到出事的時候當然是 極度深潛 不見人影 亦有網民爆料 再看這個港女的Facebook 差不多 十幾個月 一片寧靜 完全成為了沉默的大多數 變成核子潛艇 又沒有聲 又深潛 很正常的 因為他計算數 本身也不合理 我當你能夠成功出租 你只是按照帳面來計算都知道虧本 其實很久之前大家說租樓 和買樓之爭的原因 就是在於租金太貴 而你的按揭還款 是比租金少 所以你賺了 居住還有潛在 的升值 所以按照他自己的數字計算 其實也是計算錯誤的 你的按揭還款比租金還高 你還要把租金出租 那就每個月在虧錢 尤其是如果樓價 不是上升 當樓價是平手 還沒有算他跌下來 只是平手 你已經 三年輸了36萬 根本早年 人們說投資買樓的原因 就不是因為年年虧錢 而是因為 息口太低 所以你的 還款按揭 成本有限 而租金 又有剛性需求 所以導致 買樓可能比租樓 更加值得 但你也不要忘記你被鎖定了 超過100萬的首期 你的100萬首期 你如果看看現在高息環境 是有回報的 所以你一計就知道 數字是有問題的 因為你再計算 現在的 利息回報 只是說100萬已經達到5厘多了 即是說你100萬 的 存款 你一年有5萬多元 三年是15萬來的 所以這個是另一個盲點 我發現香港很多人說買樓 是完全沒有計算在內 你不要忘記你的首期 那塊錢 是可以用來 投資 以及是有利息回報的 所以你要把那個成本 計算你的首期 可以賺到 那個回報 要計算在內 而我看到 絕大多數的地產經紀 絕對不會跟你計算你的首期 其他的利息回報 早10年 借錢買樓的原因 是因為利息低 所以 你的回報率增加 因為你 買了物業 利息你還很少 但是 物業本身是有固定的租金收入的 如果你自己住了 就是你自己享用了 你租了出去 租金收益 是高於銀行的利息回報 所以 買樓在那段時間 計算出來 是有好處 跟現在的環境 2019年2020年之後 是徹底是不相同的環境來的 所以 早10年 買樓計回報的方法跟今天是完全不相同的 今天 就是根本的環境改變了 使得 以往那種計法和原因 完全是不相同的 而 香港有大量的地產經紀 你不要忘記呀 各位 不是看不起他們 但是他們這一班人 又不是讀財經出身 又不是讀經濟出身 是對 經濟和財經一竅不通 亂說的人來的 你還沒有計算 他們還有利益衝突 他叫你買樓 你賺同市 他不會理會的 佣金 我實在的 你還要把 那個叫做潛在利益衝突 還要剔走 那你說到底其實地產經紀說的話 還有多少成可以相信 他不是賣樓給你 他跟你研究投資 大家還可以說交流一下 不過他也有既定立場 更何況他還要跟你有利益衝突 這個叫做賣花讚花香 那麼簡單的道理 大家 在過去的十幾年樓市大升 已經忘記了這個最根本的道理 還有 賣花讚花香 包括賣香港的地產商 所以大家 發現 其實人的盲點是多得很重要的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揭露到這裏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這個shackshack的VPN 就聯絡我們本台 贊助本台 如果各客的 PIA是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ckshac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ckshac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六大優點 可以大家 認識一下shackshack 首先 你是不是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隱網絡服務供應商 Sherckshack的VPN 串發 SURF 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亦 十分之快 第二 Sherckshack 通過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信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管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erckshack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erckshack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erckshac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能夠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管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erckshack也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和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erckshackVPN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在 有指定地區 例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的 有些地方歐盟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搞定了 總體來說 它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 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這個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試一下吧 在尊重 有些地方 文字 貓